美国最大的互惠人寿保险公司纽约人寿宣布 预期在2018年向合格的参与性保单持有人 分派创公司历史记录的17.8亿元的红利 这将是纽约人寿连续第164年支付保单持有人红利 根据介绍纽约人寿是唯一一家 在每年都增加分红的大型互惠人寿保险公司 公司营名的强劲增长 得资公司对于2300亿元总账户的战略管理能力 以及成功运营辅助业务组合的综合能力 也正是因为这些多元化的收入源流 奠定了纽约人寿的财务实力 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是一家财富100强的公司 成立于1845年 是美国最大的互惠人寿保险公司 也是全球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之一